好,你們看這邊 一個時鐘上面有幾個小格子 一個時鐘啊 暈倒了,你們都不看電子鐘,不看時鐘 三、六、九 這個叫大格子,懂不懂? 懂 現在懂? 懂 好,每個大格子裡面代表幾分鐘? 五分鐘 五分鐘,所以裡面會有幾個小格子? 五個 會有五個啊 所以這裡也會有五個啊 你聽得懂? 懂 所以全部呢,所以有幾個小格子? 六十 六十啊,所以每一個小格子代表幾分啊 幾點幾分,幾點幾分啊 對不對? 對 所以一個時鐘有幾個小格子? 六十 有六十個小格子對不對? 對 啊,所以分爭一分鐘 分爭一分鐘 走一小格 走一小格啊 因為一小格就是一分啊 幾點幾分啊,懂不懂? 所以一分鐘,分爭一分鐘走幾小格? 一小格 一小格 那請問他走S小格呢? 他現在告訴你走S小格呢? 是不是你就可以知道走 幾分鐘了 聽得懂? 聽得懂? 懂 所以你看這裡,這裡這樣子是三點 對 那如果指一格是三點零一分 嗯 那所以一分鐘是不是走一小格? 對 一分鐘一小格啊 兩分鐘兩小格 三分鐘三小格啊 四小格不就是四分鐘 五小格不就是五分鐘 六分鐘不就是六小格 七小格不就是七分鐘 八分鐘不就是八小格 九小格不就是九分鐘 對 那所以這兩個不就一樣了 聽懂? 所以當你知道分爭走S分鐘的時候 我問你了 那時鐘在走的時候 分爭在走 時針是不是也在走 嗯 是不是兩個都是同時在走 那你走S分鐘的時候 我也要走 我也要走 一樣的時間啊 你聽得懂嗎? 懂 聽得懂? 真的懂齁? 那再來 再來你就要先去找 那時針一分鐘走幾格 嗯 那我先請問你 他一小時 他花六十分鐘一小時 是走幾格 是從指的三變成指的四 對 是叫一小時的 嗯 一小時是不是這裡要花六十分鐘 嗯 聽得懂? 懂 對不對 所以他花六十分鐘才走幾小格 五小格 五小格啊 聽得懂 所以他一分鐘只有走幾小格 十二分之一 到這裡懂? 懂 你再來是要跟他一起走 對 所以他走S分鐘 那這裡是要乘S 這裡要乘 S 會不會了 嗯 所以你是不是找到他走幾小格 嗯 你聽得懂? 懂 他把這個地方叫做Y 你不就知道了 這個東西算出來不就是Y 就是第一個方程式 會了 會 真的會了 真的會了 好 那再來呢 再來呢 當分爭 分爭走了S小格 你在走我也在走 對不對 你走S小格 我走Y小格 我的Y小格 其實算出來就是十二分之一 S會不會了 會 真的會 好 所以當你在走我也在走 最後我們兩個是重疊的時候 重疊的時候 來 你看這邊 來 三點的時候在哪裡 分爭是不是在這裡 嗯 那十針呢 十針是不是指的三 嗯 十針是不是指的三 嗯 對不對 好 這是十針 好 再來呢 當分爭走S小格 S小格是走了S分鐘嘛 嗯 所以三點S分了嘛 到三點S分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是重疊了 那你就看重疊的時候是講這個樣子 重疊是兩根針疊在一起 嗯 看得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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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擰了這時候這裡走幾小格 分爭走幾小格 十針走幾小格 嗯 這是Y小格 嗯 會不會 會 會齁 那分爭呢 分爭走幾小格 他走S分鐘 所以走了 X小格 所以他從這裡走來這裡 是不是走了S 小格 S小格 看得懂看不懂 看得懂 他從這裡走來這裡走了 X小格 這裡是誰走的 分爭 分爭走的 聽得懂 所以 當你走了S小格 我就知道他走了幾分鐘 從知道他走了幾分鐘就可以去算出他走了 幾小格 換十針走出幾小格 會不會了 嗯 會不會 他又剛好直接告訴你叫做Y啦 太棒了 你不用自己算 要不然你其實是不是可以自己算 嗯 聽得懂嗎 可是他已經告訴你是什麼 Y 太棒了 那我問你了 你走這麼多 我走這麼多 那我們這裡 所以他們兩個相差 是不是一開始這裡 對 看得懂 看得懂 那請問你看這裡幾小格 十五 是不是指的3跟指的12的地方 嗯 聽得懂 所以是不是三大格 嗯 那三大格就是指 十五小格 十五小格 啊所以呢 你走的 扣掉我走的小格子 不就是 我們一開始之前的 不就是S-Y點多少 十五 十五 會不會了 會 真的會了 會了齁 年歷方程式就出來 所以剩下會減嗎 會 會齁 嗯 OK